大陆通过这个叫爱国主义教育法的草案 重点根据明报报导 第一条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消息传到来香港 连亲中建制都有一点紧张 因为如果这件事 根据习近平最高的思想 如果你问过夏宝龙的话 他一定凌左勿右 叫你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是与港版国安法同等重要 应该去立法推行